今年以来,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我们这两天关注了让虚拟人物活起来的数字体验馆 还有通过指尖记忆活灵活现的非移手工房 今天活跃的新消费,我们来关注覆盖生活方方面面的智能产品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智能消费品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 层出不穷的智能产品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小脑袋小耳朵翘起来的小尾巴,这只可爱的新款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顾客 它结合了AI技术和四足机器人运动控制能力,兼具安防监控智能管家等功能 给我的弟弟和我的父母一种陪伴,可以跟他去唱歌 可以锻炼一些双语能力,然后做游戏 我们店六月底开的销售了进万台,它会不停地去更新、进化、升级 它里面的软件、应用、聊天方式都会不断地去进化 智能产品覆盖生活方方面面,除了年轻人喜欢的,还有老年人急需的 这款看似普通的床垫不仅可以调节各种角度 还能获取老年人的身体数据,分析睡眠质量,给出硬度调整建议 数据统计,2024年中国科技及耐用消费品市场呈现出加速回升的态势 预计全年营业额将超过22亿元,同比增长约5% 特别是已旧换新政策以来,电子科技消费品市场回升动力强劲 智能产品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而越来越多的智能应用场景 也不断丰富着人们的消费体验 下面我们再去看看餐厅、咖啡售卖点、美妆店 能如何变身智能公共空间的 取杯、落冰、魔斗在上海长宁区的一处公园里 智能咖啡机灵活地操作手臂 一分钟不到就可制作出一杯咖啡 还能提供50多种口味 平时上课和下课的时候可以过来课了,可以过来点一杯 口感上也不错,而且价格上也是很实惠的 24小时的营业,无人的直手系统 一部手机可以同时管理30部电 而在这家智慧食堂,全自动智能熟面机不到三分钟 就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后厨只需要两个厨工 煎炒烹炸等多道工序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的 每天中午能供应400到500人用餐 大大提高了出餐效率 美妆体验店里的肌肤检测仪正在给女士们AI看脸 了解自己的一些皮肤状态 智能产品正逐步成为市场的主流 新品推出的频率越来越快 人们对于智慧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高 新需求催生出更多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智能消费产业蓬勃发展 眼下将新品爆品集合 打造智能家电 家具 家居消费综合体 已成为一种潮流 在湖南长沙这家新开业的商场 智能扫脱一体机 智能冰箱 智能窗帘 智能灯控等商品琳琅满目 刚装修完的周女士准备一站式购买全部智能产品 从智能产品到智能商圈再到智能生活 逐步智能是产品研发的趋势 政策红利也在不断释放 北京益庄经济开发区 日前设立了全国首个新智生产力发展平行基金 益庄的一所学校随处可见VR眼镜 AI小课屏 智慧朗读亭等智能化学习设施 支持工业 消费 政务等等若干领域的垂直的大模型建设 每年发放一亿的算力券 一亿的模型券 支持大模型的开发方 应用方